Le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馬來對上阿茲特克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阿拉伯地圖 好那我們再來講馬來這個文明 馬來這個文明 他的玩法也算是非常非常多樣化的一個文明 那我覺得他有海的圖也是蠻厲害的 因為他的漁網費用會減33% 那還會提供三倍的食物 那在更早期的世紀帝國裡面 馬來人的科技這個能力是漁網無限的 所以在阿拉伯以前的地圖 他們有在更新之前 阿拉伯是有那種小祠堂的 就是會有一些虎啊地方 然後馬來就可以去蓋這個無限漁港 不是漁 無限漁網 那這個食物就可以一直吃一隻爽 非常的OP 那以前這招 Viper很常示範出來 那現在沒有這招 而且阿拉伯現在地圖也不會出現這種大漁港 可以讓馬來蓋這個漁網來用 就算你能蓋漁港 也只能蓋一個漁網或是兩個漁網而已 所以就是沒那麼強勢 所以馬來的玩法以前算是比較多變的 現在就是比較固定一點 好 那再來講馬來 馬來的生時代文明的速度 非常非常快 是全遊戲裡面生時代速度最快的 會提升66%的速度 好 再來這個毛相夫 在城堡時代會是便宜30% 那帝王時代是40% 雖然他打大象也是全遊戲裡面大象最便宜的 當然大家也知道大象很容易被針對 尤其被這個戳戳或是生魚 被招手就很難打 所以大象的出場率一直不高也是這個問題 那除此之外他的大象還有個問題 他的大象是沒有防禦力的 他的這個靈鎧甲馬鎧是只有1級防的 所以大象雖然很便宜 但是防禦力十分不足 所以說只能以量取勝 用海過去的方式去淹死對手 是比較一個明智的選擇 那我們大概一兩個月前的影片 黑拉有示範過馬雷的大象打法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找我的影片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再來講阿茲克特 阿茲克特算是目前為止 從目前到現在不是A級 就是A10級的文明 雖然他是老英國沒有馬 他會這麼強的原因是因為他本身的科技 是資源採集每個村民這個採集資源量上限都會多3 那就代表說他在黑暗時代初期 就已經有個經濟優勢在了 因為你資源量可以拿到更多的話 就不用這樣走來走去 基本經濟一定會比其他的文明好上一些 再來就是他的軍營有提升建造速度 生產單位的速度一個能力 這個能力算是比較強一點 因為阿茲克特本身就是一個 軍營國嗎 算步兵國 所以說他這樣打的時候會非常非常的優勢 尤其是到後期爆老英的時候 或是爆這些綽綽 都是有一個優勢在的 好 那再來講這個修道院 他的修道院每一項科技都可以讓自己的生鋁 增加5D血的血量 阿茲克特打生鋁戰我覺得目前是最強的 因為他這個科技讓他的生鋁可以血量到95D血 那如果對方出大量騎士的話 你也可以出大量生鋁 然後瘋狂招響 然後配一些擊兵 然後反之對手 通常對手戰也是不好打的 好 那再來講他的直毛器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他可以克制騎士 就是生鋁加戳戳的一個打法 生鋁跟戳戳兩個都是有吃到他的本來的科技 就是均勻的生產速度 戳戳可以生產比較快 那生鋁的話血量也很多 也不容易被直接突襲打死 那就算貼上來的話血量可以讓他構成 讓他招響的時間墊更久 更容易成功招響對手 那直毛器這個效果就是以防萬有 對手出弓兵的時候 那阿茲科特還可以用這個直毛器 讓毛兵攻擊力加1 還有射程加1的一個能力 算是非常強的 跟那個帝王戰卯有的拚 但是他這個能力是在城堡時代就可以點了 所以城堡時代的戰卯來說的話 是阿茲科特是最強的 再來說他的金冠 他金冠可以讓這個步兵 攻擊力加4 所以他的老鷹或是劍勇 攻擊力會非常非常高 好 那最主要還有一個能力就是 他的團隊加成 聖物產生的遺跡會加33% 33%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數字 你只要拿三個遺跡 就等於你多拿了一個遺跡的概念 而且這是團隊加成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的隊友裡面有阿茲科特的時候 你減遺跡也會有這個效果 所以阿茲科特為什麼會長期在A級 或A級的原因就勝於你 他的各種能力對於現況來說 都是蠻全面性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缺點 5A的缺點 可能就是弓兵比較爛而已 但是他也是有強弩 但是他的強弩也沒有爛到哪裡 就只是沒有拇指狂而已 所以我覺得阿茲一直說 一直算是比較沒有什麼弱點的 那除了強弩之外 他沒有三級防 算是稍微弱化 但這個弱化的部分 又可以用綻毛去彌補 這個直毛器 所以說阿茲科特一直都是一個 非常非常全面的文明 但我覺得我每次玩阿茲 我都覺得太強了 強到有點不太強了 我是一個不太喜歡玩太陰霸的文明的一個玩家 像是柏根蒂或是去者羅人之類的 那來看一下雙方地圖 阿茲的地圖比較慘一點 祖金在正前方而且不好的 所以這邊選擇一個裝甲步兵開局 要來拖時間 那這邊裝甲點的有點多 三裝甲的一個玩法 那這邊有個細節 是要多挖一個黃金 十個黃金 然後再去點三裝甲 這邊直接打了進去 應該有機會打到一村嗎 欸沒有 卡住了 欸但是這邊馬來也是出三棒棒 但是這邊還沒有升好裝甲 所以這個裝甲的話 欸先不能上不能上 哎呀在變身之前就被上了 哇這樣血量直接變兩 變成一半了 那這樣子阿茲就更有優勢了 馬來這邊可能會很難打 好那馬來這邊裝甲也升級好了 但是血量上有一個劣勢在 而且自己的馬還沒有回來 自己馬要回來了 欸這邊又被拐道下 而且還擊殺掉了一隻裝甲步兵 哇阿茲這個控兵控得非常好 那馬來這邊控兵可能有點小小失誤 導致他這邊前線作戰有點問題 那這邊阿茲可能會出小弓出籃 通常這邊會短小弓 不然就是死成 兩種打法 不然就是出戰嘛 那阿茲的話不太可能會去出這個老鷹 去做一個強攻的工作 通常都是裝甲 然後配老鷹 然後直接潛壓給壓力 然後這邊硬砍這裡會打輸 百分之百會打輸 這位馬來一定要撤退 因為這個戰矛打這個 欸不管是裝甲步兵還是老鷹 都是只有一滴血的 效果非常非常的差 要打很久才打死 基本上不會太花太多操作力 去打這個裝甲步兵的 好那來看一下家裡 阿茲家裡這裡撒了一堆田 這個十之八九是要直成 沒有再跟你打一個封建時代的招勞 可能這邊阿茲也觀察到 對手並沒有出太多的兵 而且也沒有出小弓來反手 那這邊只出戰矛而已 就算他這邊戰矛過去打他家 他也不會受傷程度很大 可能插了劍塔就可以守得住一個程度 那阿茲的話這邊是蠻 針對性的 在做一個黑跳成的動作 但這邊還是有下一個射箭場 以防萬一 要來出幾隻戰矛稍微防守一下 那這邊挖黃金的話就很明確他的目標 就是要來上這個城堡時代 那黃金可能有挖的稍微晚一點點 不確定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一個完美跳成的一個做法 因為這個時間點挖金的話 如果還要出戰矛 恩真的不確定 他這樣子跳成可能不會跳得很完美 但是我能保證是說 馬來這邊絕對是會落後時代一點的 因為他這邊已經出了太多的兵 去做防守 然後這邊戰矛也按了體肢 雖然這個一射程還沒有點 這個戰矛的射程 兩邊都沒有點 阿茲點一下輪軸技術 輪軸技術的話 就可以來提升阿茲的一個 所有的資源量的採集 然後這邊越來越快要上到城堡時代了 趕快把兵拉回來 阿茲這個配置好像有點完美 配得還不錯 正面硬打 但這邊裝甲有一隻 剛剛有點在後面 沒做到事情 老鷹可能會被收掉 老鷹趕快跑走 好這個老鷹趕快活下來 到城堡時代還可以去 偷這個來搬遺跡的森綠 或是拿來探圖都很好用 千萬不能送掉 裝甲送掉就算了 好那這邊 經濟真的是鬼配 上去之前還點了輪軸 然後完美點一下這個城堡時代 然後再補下一個射箭場 雙射箭 然後斬小弓 戰矛先防守 哇這個阿茲 有點猛喔 因為他剛剛如果沒點輪走的話 確實是沒辦法 黃金是跟不上去的 一定要先點一下輪走 然後花一點食物 然後才可以上這個 等一下黃金才可以上城堡時代 沒想到他這個時間 連點輪走技術的時間 都非常非常好 這個算是非常小的細微 細節 我覺得這個 一般的玩家是不會去注意到這一點的 因為你要把這個資源量算得剛好 輪走一好 然後就可以來點這個城堡時代 這一點我覺得相當不容易的 你還要在前線操作 然後還要在家裡控這些經濟 還要算田啊什麼的 還要蓋這些升級的建築物 他都已經算好了 這個阿茲不簡單 然後我們這邊加速一下 阿茲應該是升級 應該是整整贏了三分鐘 就是一個時代的升級的差距時間 看這邊有點小小的卡人口 死者人口稍微卡了一下 好 戰毛過來 但是這裡只有兩隻小弓 沙沙林必名牧牆 差點收掉一村 好 更多的兵走過來 想要來解 看看他這邊能解掉嗎 可能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阿茲這邊 是還沒有點下二級射 還有跟強奴的升級 因為黃金不夠 黃金很不夠 因為蓋PC 所以這邊沒有人在挖黃金了 好 那這邊強奴沒升級 只有剩二級射 那這邊稍微斷一下黃金 OK有黃金了 100黃金應該就可以點下了 那強弩趕快拉到對手家裡比較好 用戰矛守在家裡就行了 這是一個比較OK的做法 好那對手是升下了二級色跟戰矛的升級 哇那他家裡戰矛可能會很難打喔 直接變成一個兵力差 好那這邊上高地直接換戰矛 好戰矛換戰矛但是對方的矛冰是沒有升級 那牆牛出去了要來做燒了 但這邊馬來已經把戰裡圍得差不多了 但是這邊都是尾木牆 還是蠻好打進去的 那下面這邊作戰的話絕對是馬來的優勢 戰矛絕對不可能輸給矛冰了 那矛冰繼續過來但是有點困難了 這個又要再送一波了 但是可以先收掉這兩隻小弓 好像還可以 好那奴兵過來 但奴兵的話被戰矛打很痛喔 哇直接被收掉 哇不行啦 這個奴兵過來只是白給而已喔 我覺得不如就按一隻 這位老鷹之類的喔 直接硬打 好像黃金這麼多 老鷹也是吃黃金的 好但家裡馬來也準備好這些戰矛 要來防守兵奴兵進攻 但是阿茲並沒有打強攻的一手 他只是要來小打小鬧 家裡開了3TC 馬來的話 則是家裡開了裝TC而已 地上TC還沒有下 他可能是想要下大學 或是先穩固一下經濟 之後才會來下大學 或是3TC 欸果然是這樣子 好那3TC還是會下 好那先加速一下 看一下第二波他們會怎麼打 好這時候馬來點一下輪斗技術 阿茲的話二級伐木也點好了 兩邊的話都算是一個 走一個穩扎穩打的經濟流路線 所以前面的話都是騷擾而已 並不會有個大局面的開戰 所以我們這邊稍微休息一下 加速一下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好那這邊阿茲出了頭車 這個頭車感覺是有點難追到的 原來其實馬來已經看到了 他的頭車應該是要過來了 這邊再轉個幾坑 這邊這兩邊停住了 好戰馬過來繼續再投 但是這個戰馬很煩 已經在騷擾 魔套稍微反擊一下 他怎麼感覺阿茲有點慘 但我覺得阿茲很慘 只是因為他經濟太偷 他把所有的要出資源的 這邊沒有空喔 直接被頭車投爛了 他把這些要出兵的經濟 全部拿去出頭車然後去中條 所以這邊感覺阿茲沒有兵的原因是這樣子 好那加里 這邊順利解掉了一些戰毛 那還有兩隻 這個奴炮跟戰毛 會不會再遇到呢 應該是不會遇到了 欸 又遇到 但是這個頭車的男爪 要踢一下地板嗎 欸 有踢 他沒有踢掉 好 戰毛直接被追光 然後 前線兩台頭車直接開拆TC 好 再來看一下這一波 再投一下 欸呀 好 剛剛雖然阿茲被擺給一個頭車 但是這邊一台頭車換兩隻 直接轉了回來 好 阿茲這邊出了三旅要來減移機喔 阿茲減移機就會非常非常搶 那我剛剛講到才有這個加成 主權檔 但是來看一下阿茲的一個地形好了 阿茲是沒有看到黃金 欸 沒有看到這個 稍等一下喔 看一下 阿茲應該是有稍微看到一點點喔 哇 好像沒有看到喔 所以阿茲並不知道要去哪裡撿移機 好 這邊撿了一顆 好 剛剛是馬來士椅 馬來士沒有看到移機的 好 那這邊趕快按一下這個城堡 好 要來防守 但這邊馬來士椅非常好 而且這邊出了幾隻騎士 那出攻城器的話就有問題 但是問題不大 因為阿茲是生旅國 那生旅是非常強勢的 好 直接兩隻應招 欸沒有 這裡只有一隻生旅喔 整招掉一隻騎士 好 那這邊成功招到一隻 好 那正面的話 TC還在防守 好 那後面蓋了一個城堡之後 稍微可以守護一下這一邊吧 欸唷 這邊是低低打高低喔 所以這個火車沒有倒 剩下9滴的血量 好 那騎士在這裡 目前阿茲拿到遺跡只有兩個 那兩個的話算是2.5個 欸這城堡 直接收掉啊 哎呀 直接收掉 阿茲這邊有點難打喔 這邊這個高低很難處理喔 因為這個就算完美投到了 這個投車也不會倒 好 但是這邊阿茲已經點下了帝王實戰 然後點了這個英勇士的升級 冰甲也點下了 我們已經都打超濃的喔 沒有在打架的那一隻 超打小鬧 那我們就直接快轉到帝王實戰吧 看兩邊會怎麼打 阿茲這邊又要再出去找遺跡了 那這邊已經應該是有看到的 暈剛兵士往這裡走 但是這邊已經有TC在 但這邊阿茲不確定有沒有看到 馬來結果出這個爪刀勇士阿 爪刀勇士的話 這個單位非常特別 他是血量很低 風機有氣 他的優勢是只要0.5人口 代表說如果你有200人口 全出爪刀勇士的話 可以出到400隻的爪刀 非常的誇張 但是他的確定就是血量少 但他的造價很便宜 那他現在的造價是15黃金 雖然15黃金還是蠻便宜的啦 但是我覺得以前比較便宜 以前只要10黃金 超級神 這個聖女沒有看到 後面有騎士在追 看來要被收掉了 好那阿茲繼續在農 沒有要出擊喔 這邊還是把這個礦區給保護好 蓋個城堡 這邊巨頭出來開拆了 但是對方巨頭也好了 結果這邊買這個寶更好 哇直接碰到這個資源點 好那這邊看一下 爪刀直接上來硬拆巨頭石機 那巨頭石機要不要撤退呢 這邊有騎士過來了 但是這邊有大量的老鷹撐得出來 老鷹的話現在是沒有攻擊力的 防衛率三房也沒有好 這個城堡應該沒意外是蓋得起來的 但家裡有兩巨頭也在拆左邊這個城堡 現在馬來要一次顧兩座城堡 可能會有點... 顧不過來喔 可能會兩個城堡都倒 但是這邊直接吃城堡的劍死傷害啊 哇那這邊有點尷尬喔 這個要不要移動一下位置啊 不然這樣一直... 扣血也不是個問題啊 算吧 趕快這樣已經被打了 欸對測一下測一下 好那這邊阿茲 看起來蠻穩的 這邊老鷹 登輯好之後會蠻猛的喔 但是這邊要趕快優先升到這個鷹勇字 金銳的 好那馬來爪刀 點一下金銳 金銳之後他的能力就會更好一點 傷害會更上個殘 一個檔次 但是這個三房也要趕快一點 好那我是來打這個村民 效果還不錯 原來數量蠻大的 而且又跑得快 拿下來效果是蠻好的 但是英勇士這裡很慘啊 哇英勇士... 直接被打死啦 英勇士還是很怕近戰單位的 那這個爪刀勇士剛好衝殼到這個英勇士 那英勇士完全無力抵抗 直接被這個爪刀收了個抖 哇這邊大量村民在TC一下 直接被收掉很多的村民喔 哇這邊馬來殺了22村 但是城堡我看這兩座真的是要掉了 第一座已經掉了 但是這邊也要掉了吧 好那這邊馬來 應該不會是要來點這個 免費的 雙手建兵了吧 那順便講一下馬來 他的能力 他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是開個 金罐 生產這個民兵系列的時候 是不用黃金的 但是會消耳外的食物喔 大概食物量快接近一隻肉馬的量 大概是比肉馬便宜一點點 所以還蠻猛的 OK那這邊英勇士直接進來 反殺對手的一個單位 但是這邊 英勇士還沒有升到金瑞喔 血量還是蠻差的 而且攻擊力防律 攻擊力還不是最頂的 所以這邊燒了 只是應該單純的 稍微去弄一下而已 並沒有要來打個正面決戰 好那這邊 超強的雙手建兵出來了 他們是不用黃金的喔 欸還沒有 這個才是 金罐點下去才是不用黃金的喔 不用黃金的雙手建兵 可能就要高速量產了 那這邊 阿茲克特要怎麼反制 這個馬來的 免錢的雙手建兵呢 雙手建兵打英勇士 效果非常非常好 那現在我覺得阿茲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條是 出這個暴魯士喔 第二條路就是出強奴 那我們剛剛都提到 阿茲強奴是沒有母子環的 所以我覺得這邊打暴魯士 可能會更直接一點喔 而且他這邊城堡一座都沒掉喔 出暴魯士感覺剛好 欸真的在出了 而且這邊工坊也是先生 步兵的攻擊防御喔 也不用再去點那個什麼封建的 所以這邊我覺得 出這個暴魯士還算不錯 那要不要點金瑞 就是其次的問題 暴魯士的數量也要夠多 不然這個打不完 雙手建兵的數量多也是滿麻煩的 好那這邊來看一下 暴魯士跟雙手建兵直接開敲 哇靠一棒敲死 敲死一隻殘血了 哇 三棒就可以敲死一隻雙手建兵喔 好那這邊大量的英勇士 直接來追這邊的村民 但是這邊已經有爪刀勇士過來了 然後大量的免錢的雙手建兵過來來救 英勇士看到情況不必要趕快退 但是這邊五巨頭直接在開拆城堡了 雙手建兵又慘了出來 但是暴魯士沒有在空嗎 有有有 在空在空 那下面這一波還在追 看到這邊 正面想要用雙手建兵硬拆巨型投死機 但是大量的雙手建兵直接被拆光了 雙手建兵在上來硬拆巨型投死機 但是暴魯士的傷害非常高 三棒敲死一隻 哇那這邊TC殘寶弄掉了 那這一塊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防守了 這邊的村民農民都要搬家了 完全沒有辦法去做一個挖菌動作 他這邊馬來傷到這個俗德的愛人會非常慘喔 雖然他這個田還剩可以45片田 但如果要出這個免費的雙手建兵的話 至少要到70片田 會比較能更支持他這邊出雙手建兵的一個資源 好左邊這邊蓋下了城堡要來搶一下野精喔 看到呢這邊被突破火被打出去之後 要繼續出這個賤兵嗎 哇這個賤兵很痛又蒸發了 好暴魯士很強勢 哇這還不是三弓的暴魯士啦 三弓之後這個三弓就更當一層樓 看能不能兩下拖死一隻雙手 好像有點勉強 大概四下齁 其實要拖四下才可以死 好三弓劍兵過來 但是很危險 聰明有在修 但是暴魯士又過來又敲光了 呵呵 好這傷害很猛 好這邊一個小小的對決 但是這邊 馬來的雙手建兵有高地優勢 好趕快撤退一下 好那這邊暴魯士直接回頭開打高地打滴滴 哇這個傷害加神非常厚 馬來沒有跟他打 還是要撤退一下 好兩邊都撤退一下 然後看到左邊有城堡 直接把這個巨頭拉到左邊 好正面就不理你了 沒有要強攻正面的意思 但是來進攻左邊這塊區域 駿兽之機再度架了起來 要來強攻這座城堡 暴魯士 血量有點殘 要不要出幾隻森林喔 可以來補一下血 看其實到後期喔 有點困難 要來補血的話 其實有點太多 超過 超過空間喔 好那這邊大量的暴魯士 跟雙手建兵過來 直接硬抄 右邊的話是高地 如果這邊推過去的話 暴魯士會有很大的優勢 暴魯士很強 一大堆的雙手建兵 硬身倒地 但是這邊馬來中午轉出的強奴 強奴 他是有三級射的 哇這個威力也是蠻強的 馬來也是可以打步兵跟攻兵的 就只有騎兵不太行而已 看來是馬來的強奴是有母子環的 射出會更上一身了 那我們的暴魯士是真的蠻害怕這個奴兵的喔 那個強奴的話 數量力多 暴魯士會難打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出這個精銳英勇士 8加9的一個傷害喔 8加9英勇士 加上超強的暴魯士 10加8的傷害 那精銳暴魯士也點了下去 但英勇士想來抓強奴 但雙手建兵在前面 雙手建兵絕對一定要抓到這個強 抓到這個英勇士才醒喔 哇 這個英勇士順利抓掉兩台軍頭之機 大量的雙手建兵把這個英勇士 砍到底剩下兩三隻 剩下一隻左右 但是暴魯士還在正面防守 右邊的話這邊偷蓋一下城堡 要來挖他的野精 哇這邊阿茲控土控土很好喔 都我在做野外的事情 正面有在打 然後旁邊也在做事情 那讓馬來確實有點神獸不住 還繞了幾隻老鷹島的後方 好大量的強奴過來 想來解這一波暴魯 這是暴魯 暴魯 暴魯 暴魯沒錯 精銳暴魯 這個很精銳的 攻擊20 來開門 好大量的兵過來直接想要解 但是這邊攻速很快 有門鼠環的強奴就是不一樣 好但是這邊又繞了一些英勇士過來想要來後面騷擾 但是這邊雙手劍兵也在追擊 現在大家各處交戰 唉唷 這一波抓到一波英勇士 欸抓得不錯 好那工坊都升完的情況下 那個免費的雙手劍兵可能優勢就會慢慢出來了 但是如果讓阿姿一直挖到黃金的話 那我覺得優勢可能就沒那麼大了 所以你看這個阿姿的黃金一直在跳 這個遺跡生產的黃金數量非常非常多 好這邊大量創劍兵直接解掉這一波英勇 好遺跡拿到三個了 那拿到遺跡三個就等於是拿到四個 33乘3等於99% 99%的話等於就是再多一個遺跡的意思 好那咧再看一下這邊英勇士帶來騷擾 哇也是收掉蠻多村民的 因為英勇士真的極移速非常強的8加9英勇 這個8加9找村民 淘汰也是蠻易的 直接搶起來就搶給阿 這不會是8加9的英勇 非常非常弱 好8加9英勇再過來 運拆農田 這邊要來拆PC嗎 那還在繼續抓村民 哇現在左右開攻 兩邊都在打 被暴勇士的數量記憶秒再繼續出了 現在是全出這個英勇士 那這個英勇士的話 千萬不能被雙頭劍兵抓個更早 好大量的雙頭劍兵又過來了 但是馬來的經濟有點慘 死屋已經見底了 黃金也剩1000 但是這邊還確保了一些黃金屁喔 那這邊還把這個修道蠅給拆掉了 一隻都噴了出來 左邊有這邊小小在那邊抽洞田 好那這邊真的手撕TC了 然後把這個手撕掉之後就趕快跑掉 那這邊村民術已經降到106村 村民術可能要補一下 不然這邊經濟可能會有點難起來 然後這邊大量的勇士過來想要來抓村民 但是這邊雙頭劍兵數量很多 可能要再跑一下比較好 但右邊這裡有暴勇士 暴勇士再繼續敲這邊的單位 哇敲得很快 暴勇士 屌個月 雙手劍兵 輕鬆 Easy 好那左邊這邊 英勇士抓到這邊的TC了 直接要來手撕 哇拆非常快 這邊賣了大量的一個木頭 來換黃金 目前阿茲科 經濟實在太好 各個資源都幾乎怕破千 欸但是這邊馬上就按下了一堆 英勇士喔 又來繼續爆英勇士 又來燒了 欸這邊英勇士一直在遛狗的感覺 哇這個 雙手劍兵追過來 英勇士我就跑 好你一跑我就跑到你家裡面 繼續開墮 這些的村民 好那看一下全面圖 全面圖看起來經濟 阿茲完全沒有防守的感覺 這裡其實這邊好騷擾的 但是這邊馬來是沒有餘力去做騷擾動作的 因為馬來基本上沒有騎兵單位 沒有防禦了 所以他這邊只能慢慢推進會比較好 但慢慢推進的話 資源點要搶回來 但資源點要搶回來的話 用了資源性上優勢 馬來現在處於三難的一個情況 哇要是馬來有火槍就好了 哇這邊大量部隊 老鷹終於被這個雙手劍兵給吃光了 左邊正面看起來 這一波進來騷擾又要被吃掉了嗎 我覺得阿茲可能還是要轉一些 暴勇會比較好 然後先處理 用老鷹處理掉這些強奴 一說完就來處理了是不是 啊沒辦法 哇這一波 正面軍隊要處理掉 不然這個很難打出GG的 阿茲這邊可能要再聚集一波軍隊 然後要從正面用阿茲 暴勇是硬扛 然後用阿茲的老鷹 去打這個強奴 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阿茲還有另外一種選擇啊 就是出這個直毛器 然後出戰毛 然後去硬點強奴 也是個方法 不然就出這個 投石車也行 阿茲是有重型投石機的 重型投石車 這個投石車的話 重型的砸這個強奴是非常強的 射程優勢以外 傷害是七十五點 打這個強奴就是發力命的 阿茲會這麼強是因為 也是因為他的科技 也算是半完善 雖然沒有火炮之類的 但是這個重型投石機 打這個空兵非常強 好暴勇是這邊 有點危險 大量的奴兵走過來 但是這邊可以高打低一下 這邊高打低打這個 雙手電燈燈燈燈燈燈燈 還要這邊正面對決 能不能放到一些東西呢 好那這邊 大量的強奴 被老鷹在有點痛苦 要趕快讓這個三種 我這邊來Cover一下 這邊強奴 但這邊後面又被弄了一大多的老鷹在後面 村民沒有地方可以逃 哇這邊村民數已經降到了一百以下 剩下八十雙 大量村民在伐木的石頭 瞬間倒地 量了 真的量了 大量雙手劍兵想要去救 但是村民已經倒了這麼多情況下 這一波救了還有什麼太大意義嗎 好像沒有了 老鷹在繼續遛這些雙手劍兵 哇阿茲這邊這邊也在打 巨型投石機還在往前 怎麼辦怎麼辦 集中性補足的部分 要靠馬來的爪刀勇士來補足了嗎 不想到太有馬來了 馬來的這個爪刀勇士喔 才去做騷擾了 好那這邊剪一下這個 精銳爪刀勇士喔 攻擊是8加4 去騷擾對方的TC農民 是非常已經夠力了 而且重點是爆炸品 雖然現在馬來已經屬於一個 壯金的一個狀況了 已經0紅金至0三 大量的軍隊過來 直接硬打這邊雙手劍兵 但是這邊借勇 直接有雙手劍兵 好像是要來直拆這個巨型投石機 什麼 欸又回去了 這個是沒空好的意思啊 哎呀 好這邊有一波小小的交戰 但是這邊馬來的爪刀勇士 打英勇士傷害很高 瞬間解掉了非常多英勇士 好這邊又一直在繞 但正面看起來這個城堡建起來就不妙了 這個城堡建起來 這裡的農田可能都要撤退喔 因為這邊都變成戰區 都變成戰區的話 馬來的生存攻堅就會越來越小 這邊精技的話 還要再追一下這個村民 待會如果你安全村民的話 就會斷兵 會斷兵的話 你戰兵的軍隊就支撐不住 怎麼辦呢 要經濟還是要常軍事 常軍事的話就沒經濟 沒經濟就不能繼續打了 兩難 好這邊用暴龍士去打正面的雙手劍兵 然後這邊英勇士直接正面上強盧 但是強盧這邊還有一些暴龍士也上來 幫忙這些英勇士cover 正面一個大對砍 這邊英勇士順便被雙手劍兵砍成白色 但是馬來打出了聚集 唉 原來強盧死的差不多 雖然正面看起來這些雙手劍兵是有優勢的 但是後來這些暴龍士他就處理不了了 他打的真的不錯 好來看一下兩邊 兩邊感覺上還是阿茲經濟好上太多 我們直接看結果 嗯對全贏 阿茲就是這樣子 打到後期很容易就是所有資源都會贏 阿茲本身天生能力實在太強了 好那我們如果不看後期 我們來看城堡前這一段時期的經濟 稍微了解一下 好那這邊是木頭銀200 那實物的話是銀400 這個時候好像也是沒有銀太大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兩邊經濟都是差不多時間去發展的 好來看一下這一段時間 這邊是有先點輪走 欸結果這邊黃金是挖操作的情況 那這邊實物黃金 實物跟木頭是有稍微稍微小小領先的 那木頭是銀蠻多的嘛 那黃金的話是多挖600多 嗯 看起來阿茲的經濟還算是蠻好的 好 原來挖金礦 對阿茲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要出這個英勇士的話 嗯弄錢看起來阿茲會這麼強 也是後期他這邊騷操也是非常到位的關係 所以導致馬來這邊經濟有點崩潰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